大家先看视频 这个视频显示摩托车骑手 用手砸了个小车的车窗 小车把摩托车憋倒在地 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 我自己脑补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都是我脑补的 瞎说的 视频一开头 小车看到前面有分叉路口 就趁还是虚线的时候 打左转向灯 想变到左边去 这次这个摩托车刚好驾驻上来 看到小车往左边道 吓了一跳 心里的愤怒 追上去就用手砸小车的车窗 来泄愤 但是由于本身就跟你小车已经很近了 摩托车在执行 小车还是按远计划变道 不用砸车窗 吓了一跳 一嫩绳 忘记往右拉方向盘了 把摩托车就跌倒在地 然后就离开了现场 开始是虚线 小车想往左边道 应该是没问题的 很早就已经打了转向灯了 那个时候摩托车还有一段距离 不知道为什么摩托车非要往上凑 前面离货车已经很近了 摩托车没有理由离那么近的 我恶意地猜测一下 是不是故意想让小车不能变道 摩托车没想到小车会硬来 吓了一跳 差点摔倒 所以冲上去就砸小车的车窗来兴奋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动作 一般人的手臂正常是60到70厘米 只计算摩托车踏脚之外到小车之间的距离 可能也就不到半米左右 而且速度还那么快 摩托车很明显已经设想了危险驾驶 视频里没有看到小车有故意往右变摩托车的迹象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角度切向左边车道的 应该不是故意 但视频里看到小车开走了 这个操作就没看懂 这一逃一就不变全责了吗 还是说把摩托车变倒了 司机都不知道 还是说以为摩托车是抢劫的 心中一害怕就跑了 就是不知道这样说交警信不信 从头到尾 我认为小车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这最后开走了不好解释 摩托车炸小车 然后被小车撞倒在地 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大家开车的时候 还是要心态放平和一点 安全第一